阿黛 起床了 阿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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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子 此物为金侯姑 因其外表称金屋子而得名 多长于大岩地区 吸烟较少 这位姑娘就是服用了此物 故而独发身亡 阿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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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红禄寺内 为何会采买毒蘑菇 红禄寺一定不会采买毒物的 可能是前几天一直下雨 潮湿的地方最容易长金侯姑了 也兴许是寺里的奴才们怠慢 没有及时把金侯姑给铲除 所以 才会让阿黛姑娘给误食了的 阿黛 是误食了金侯姑重毒身亡 红禄寺内并没有刺客 你记着 往后 黑的东西都不要吃 吃了黑的东西 也会变黑的 阿黛绝对不会是误食 我为何不害阿黛 别别别别别杀我 阿黛她 她是自己吃蘑菇吃死的 说实话 不说 我要你把蒙菇全室了 别 我说我说 她 她们让我找个出发 晚上离开挂红禄寺的女人 那个女人手上有汤伤 我找到阿黛她们说找错了 看阿黛手上明明就有汤伤 然后 她们又让我重新找 她们 她们是谁 我 我是真的不知道啊 不是 你是谁呀 苦的饼不能吃 我明天再做一次 我做的 照你说的加烂山甘草 你是不是想加了 加的味道 尝一尝 是 这个 我 是 不是 是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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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何事 王爷 今日死了一个吸烟美人 右手手腕有伤 是被尚默默误杀的 尚默默是不是和我们在找同一个人 是 他背后的人是谁 是不是和土神真凶有关 只有找到张义的下落 一切才能真相大败 他们知道杀错了人 就会继续找人 他们找不到人 就会滥杀无辜 那就让他们杀我 我去做这个替身 让他们以为 我就是文化阁跑掉的那个女人 我不想再看到第二个二代 死在我的面前 你去过文化阁 的确是最好的诱饵 对此令人